大家好,我是Stan 一位网友在推特上传了 疑似是Consume与一名女生的照片 而在照片中能看到 身穿蓝衣的男生牵着一名身穿蓝衣的女生的手 而因为这位网友的留言是 Consume winner 要维持下去 Winner八周年永远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们猜测 这男生是Consume 女生是出演Consume solo歌曲 Point Love U MV中的女演员 对此有很多媒体联络了YG娱乐 而YG则表示 旗下一人的私事 公司无法帮忙确认 虽然也有网友们指出几个疑点 但是因为YG的这个回应 所以韩国大部分的网友们都认为 这照片是真的 但是大家知道吗 现在在韩国论坛 大部分都是祝福Consume的留言 然后比起Consume是否是真的在谈恋爱 更引起热议的是 上传这张照片的私生饭 他将几个月前的这张照片 故意在Winner八周年的时候上传了 并且还附上了Winner八周年的IG标签 这个是5月8号的照片 不是最近的 这私生饭拿之后 在Winner出道日上传的事吧 出道都这个年次了 怎么不能谈恋爱 只是这个私生饭 加五月派的照片 故意在八周年上传也太可恶了 Consume这十年来 一次争议都没有 每天都为我们上传SNS 努力制作歌曲 唱歌演戏都非常努力 从来都没让我们失望 所以真的希望他能幸福 我是好几年的粉丝 真的不觉得怎么样 可能是Winner对粉丝们真的很好吧 只要你们幸福就好 粉丝们应该会很伤心吧 这种留言最傻眼 Consume对Winner是有多真心 有多努力 希望他能谈恋爱 真的大部分都是祝福的留言 对于Consume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直播中鼓励同性恋粉丝 而收到韩国网友们称赞的 邀介德舒华 说他喜欢同性该怎么办 就去爱 就去爱 你给我勇敢的去爱 不要闹 喜欢同性 父母不同意怎么办 这是个好问题 谈恋爱是你的事情 不是你父母的事情 所以呢 我觉得 好好的 认真的 跟父母们 沟通一下 而且如果真的爱你的话 应该 到最后还是会接受你们 你们 你永远不知道 爱的力量有多大 勇敢去爱 这个回答太帅了 好帅 更喜欢舒华了 长得像软软的豆腐 却是非常坚然帅气的女生 舒华用韩文 无法百分之百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三观以及对人生的态度 真的是非常成熟的人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